脸书社团立体郭台铭主流民意大联盟 不过他的前身其实是经营八年 拥有两万三千多名成员的 彰化人交流战 一系改名引起议论 很会考虑退掉 因为可能政治立场会不一样吧 不应该 因为这个就已经侵犯了 我们这个我们彰化人的 这个交流平台的这个真正的用途 觉得不是很强 对 因为他如果自己再去创的 或是什么会是比较好 原先刊登彰化 线内吃喝玩乐讯息 如今成了挺郭台铭的脸书社团 网友笑称这招高招 不过肯定会有反效果 别害郭董啊 拜拜了 这不是入团意义 不少民众认为交流平台 不该掺杂政治色彩 也质疑莫非社团被郭董买下来了吗 我跟郭台铭先生 没有现金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他资金 没有任何的交易行为 或者是什么 他的幕僚什么都没有 这也是完全自发行李 他之前有来云林 我们如果知道 我们也会过去 据了解此版主 从事广告行销 手上握有多个社团 不过其实像拥有 35万社群成员的 彰化人大小事 版主也不会言 社群确实不乏 选战商机 上个月的7月25号 就有人私讯 就有团友私讯我们 想要付费买我们的版图 我们就是当场拒绝 就是没有跟他在谈 后面 是怎么样的背景呢 要来跟你说买 他要选立委 有政治人物向众社团 高人气主动联系 想买广告增加曝光度 选战热度见增 地方脸书社团 更鸣挺郭 掀起热议 下期新闻许书卫 状况报道